接下來我們請到飛躍組的鄧家儀 恭喜 我想說你練習練了多久 其實在家裡自己就有練習 但因為這次的Live Band 我本身有舞台劇排 但我出席不了 我只是靠聽錄音 所以其實今天都很緊張 比賽之前 因為只有一分鐘排練 所以很害怕 但想不到也有 這個一小時的頒獎 這個獎牌很開心 一小時的演唱會就沒有那麼快 但是你既然要練舞台劇的話 你分配時間上其實是很緊張的 是啊 因為排劇的時間 很多時都是一早上到晚上直落 可能我要抽回家 或者一早上 或者在排劇吃飯的時候 聽音樂去練習 不然就沒什麼時間練 相信你又唱歌又玩舞台劇的話 一定是很享受這個舞台的感覺 為什麼你要參加我們HKS Channel的比賽呢 這個比賽其實我上年 我知道都很久了 還有我見有很多唱歌比賽的朋友參加 所以我感覺到她的認受性是很高的 所以今年難得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可能真的忙少少 遇到期但還是先玩 因為這些機會一年第一次了 那你喜歡聽家儀唱歌的話 記得切勿留言家儀的一小時演唱會了 拜拜